这只看起来非常可爱的小猫 正在沙漠中行走 这是在它的前方出现了一只正在晒太阳 亦或是寻找食物的蛇 看它三角形的头部 大概可以判断出 这还是一只毒蛇 这样看来 在不远处的那只小猫 恐怕是凶多吉少了 二者还在接近 越来越近 终于小猫发现了毒蛇的踪迹 但出乎意料的是 它不但没有因为对方的身份 有所忌惮转身逃跑 相反 竟然慢慢走向了 正在沙漠中行走的毒蛇 这时 毒蛇竟然仿佛像感觉到危险一般向远处逃跑 可即便是全身都驶上了劲 也逃不过四只脚的猫 所以两三步之后 小猫就到了毒蛇的面前 并且下一秒 扬起了自己锋利的爪子 狠狠地击打向了毒蛇 毒蛇也不是吃素的 它成功地被小猫激怒 接着也扬起了脑袋准备反击 但这一切其实都在小猫的计划之内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这只小猫不断地重复 用爪子击打这条毒蛇 毒蛇也在密集的拳头下 很难有反抗的机会 并且在强烈的疼痛之下 渐渐翻滚挣扎 不一会儿就失去了动静 彻底停止了动作 只看外表或许会以为 这只小猫只是一家猫 但相信所有人 在看过它们的捕猎过程之后 一定不会再这么想了 事实上 这只长得很像家猫 但耳朵却和狐狸一大小动物 叫做沙漠猫 沙漠猫能将毒蛇当零食吃 猫科动物可以说是 自然界演化的最完美的 一种食肉类的动物了 它们不论是体型大小 都是实打实的食肉动物 而且根据以往的经验 大部分的它们 应该都生活在一些 靠近水源的森林或者草原 但你知道吗 在它们之中有这么一个存在 最喜欢的栖息地在人烟罕至 并且黄金非常极端的沙漠中 这种动物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也是世界上最小的猫科动物之一 沙漠猫 它们主要分布在非洲 阿拉伯半岛等地区 并且比较喜欢生活 在这些地区的沙漠中 但从外表来看 它们长得很有特色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 就是它们的耳朵 要比寻常的猫咪们大上许多 并且形状也和它们的 有很大的区别 看起来会更像狐狸的耳朵 这样的耳朵 就是会使得它们的脑袋 看起来非常大 根据研究人员们的了解之后 它们发现 这种猫的头骨 确实宽于普通的帽 但可以肯定的是 即便这样 它们的外表依旧非常可爱 不过它们之所以能在 野外很好的存活这么长 和它们的这些外观 也有不小的关系 就比如它们最明显的特征 耳朵 它们大大的耳朵 可不是为了卖萌 其实是为了很好地捕捉到 雷雨的细微声音 在沙漠中捕猎只靠视力可不够 听力的存在也尤为重要 一些躲藏在沙漠暗处的动物 就需要通过动静 确定它们的位置 另外它们过宽的头骨 也是为了使鼻骨变长 这样不只能使嗅觉更加灵敏 可能还能帮助它们 减少水分的流失 沙漠猫将毒蛇当零食吃 在非常稀少的沙漠上 生活在那里的动物 都会使用各种各样的方法 减少水分的流失 沙漠猫除了它们特殊的鼻骨之外 若是遇到很难找到水源的时候 它们也会减少排尿 并且大部分的水都从食物中获取 一些毒蛇蜥蜴的血液 就可以作为它们在沙漠中的水源 于是就靠着这样的方式 它们可以做到连续几个月都不喝水 这种动物一般会以一些老鼠 兔子以及毒蛇为食 食物若是吃不完的时候 它们就会将这类猎物埋在沙子里 等到饥饿的时候 就可以拿出来食用 沙漠猫的体重很轻 体长最多可能也在50厘米左右 所以这是一只身材较为较小的猫咪 所以很多人都很难相信 它们其实是捕捉毒蛇的一把好手 其实若是说起二者的能力 其实它们俩的战斗力基本持平 但在动作敏捷的这方面 猫科动物肯定是数一数二的 即便毒蛇偷袭的在出气不易 也会很容易被它们躲过 除此之外 由于蛇的忍耐力不够 所以很容易就被猫的攻击 扰乱了它们的进攻计划 最后成为沙漠猫的盘中餐 但即便是如此凶猛的沙漠猫 因为一些不法分子 觊觎它们可爱的外表 使得这种动物已经越来越少 濒临灭绝了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点赞关注哦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